即将就要迎接周末假日了 我们头条讯息就要带大家来掌握天气的动态 而今天呢我们的八整点新闻 气象主播宣彤已经来到棚内 宣彤晚安 希望晚安大家晚安 好宣彤真的是一夜变冷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这个换季的衣物 是否已经要开始替换了 所以我们待会在气象主播宣彤 在预报气象的时候 欢迎大家留言跟宣彤来提出您的疑难杂症 关于气象的部分 但是回过头来还是要问问宣彤 中国假日还有下个礼拜的天气 展望是如何呢 好其实今天呢 冷空气南下大家想必都能感受到 而且呢在今天北部地区温度 又再降个四度以上了 所以越来越冷 而且晚上还会再更冷一点 我们先通过地面天气图 带大家来看未来六天的天气变化 先从我这个方向来看 以来六的时候呢 冷空气持续的增强 所以在北部地区温度下降 中南部地区今天也都还是的热 但是到了礼拜日之后呢 要注意了 到时候礼拜六礼拜日元宵节的这两天 周休假期呢 北部地区温度可能会上升个1到2度 但是中南部因为前几天真的太热 所以温度还会再下降个1到2度 但整体来说 跟北部比起来还是偏暖的 但是周休假期这两天 北部地区整天都是偏凉偏冷 再来礼拜一的时候呢 冷空气它又要再度的增强 这时我们看到呢 它的密度是变得比较紧一点 所以下来的时候呢 感觉北部温度下降的更多 到时候北部地区温度降到11度12度以下 局部空旷处还会更冷 像是竹苗地区 预计会一直影响到礼拜二的晚上 到礼拜三的时候才会回暖 我们看到在礼拜三礼拜四 风场不再是吹一个东北季风 而是有点偏东风甚至东南风 所以温度都是要跟着回升上来的 只是很快的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下礼拜五又下一股更强的冷空气报道 目前各国的模式预测 它看起来真的不太弱 我们先来看降雨的部分 其实在礼拜六的时候呢 大致上天气跟礼拜五是差不多的 以今天来说 累计雨量比较多的是在整个新北石门 还有万里瑞芳这一带 以及宜兰和花莲 累计雨量大概都在20毫米以上 而在中南部地区没有下 还可以看到阳光 而在台北桃园桃园部分地区 像是在平鎮还有在新屋 有一点飘飘雨 但是其实这雨也不是到特别的大 礼拜六这水汽会来的再更少一点点 但是如果会下的话 其实比较多 还是其中在整个东北角 东半部或者是恒春半岛一带 我们再来看到未来几天的天气 也都是如此 可以看到从今天晚上到明天 到后天的早上 其实都是东北季风主导的天气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住在东北 叫北海岸这一带的基隆的朋友 建议您出门的时候不想淋湿 还是带一个语句比较保险一点 好我们再来看到温度的部分 我们说从昨天的晚上 其实就有一点凉的感觉 而今天早上又来得更冷了 确实今天跟昨天同一个时间点 有很大的变化 我们看到这是在昨天晚上6点的时候的温度图 当时在北部地区的温度落在17度 而在中部地区22度 南部地区25度 但是到今天晚上的6点 北部地区只剩下15度 而在中部地区20度 南部地区26度 而这还只是晚上6点的时候 在入夜深夜 甚至到明天的凌晨还会更低 北部地区不排除 可能最低温会来到13度 所以礼拜六如果你要出门的话 看整天的温度 大致北部是落在13到18度 一整天都在20度以下 所以你一整天都会觉得有点凉凉的感觉 但是不到很冷很冷 因为13度大概是早上的低温 好再来关心未来一周的温度趋势 可以看到在礼拜五一直到下礼拜二 都是同一股的大陆冷气团系统 是同一个系统 但是到了礼拜六礼拜一的时候 北部地区会稍微的回升 但礼拜日的时候下半天 温度又要再下降了 红色的这一条线就是北部地区 而礼拜一礼拜二 不排除是这一股系统最低温的时刻 刚刚说北部地区可能低温会下滩到 11到12度左右 礼拜一礼拜二的早上 但是到了礼拜三礼拜四 冷气团又减弱了 北部地区红色的这一条线 高温就有机会回到20度以上 甚至逼近23 24度 但是很快到礼拜五的时候 下一股的冷空气又要再度南下 比较强一点 目前模式预估 它可能来到冷气团 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程度 但是因为都属于比较后期的模式预测 所以还会有一些微调的变数存在 我们会持续的带大家来追踪新话 好的所以刚刚宣同提醒 这个元宵节的时候呢 早晚温差大 而且气温可能会下降到15 16度左右 所以这时候呢 元宵节吃暖暖的汤圆就非常应景啦 所以这个假期还是值得大家期待的 而我们线上有很多朋友CY罗就说 这是气象贵公子报到了吗 然后呢曼丁令也说 宣同的西装都很合身很好看 那肖狼补土说台南早晚都凉凉的很舒服 那我们就想要继续请教宣同 现在这样的天气形态我们到底是 冬天已经结束春天已经来临了吗 因为以台湾的节气来讲 因为以一个中国大陆那边的节气来讲的话呢 其实它比较已经进入到春天的节气 因为现在已经春天的第一个节气已经到了嘛 已经到了第二个已经雨水都已经来了 但是以台湾来讲的话呢 可能真的要春天要等到3月的时候 所以现在比较尴尬的时间点是因为落在冬末春初 冬末春初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天气变化反常无常的一个时间点啦 所以早晚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温差大之外 日与日之间可能今天还很热 到了明天就马上变到秋天冬天的感觉 确实比较蛮反复的 而在这个礼拜之前 我们会觉得这一周是一个偏暖的天气 但是到了下一周礼拜日之后呢 整体来看虽然礼拜三礼拜四它是回温的 但是礼拜五六日又要接着再降温 所以在下一周来看 又是一个偏凉偏冷低于气候平均值的温度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 就是这几天 尤其在3月中之前呢 冬天的外套最好都还是不要收 因为有时候还是会有一小股一小股的冷空气南下 到时候温度都是会下降的蛮明显的 新华 TVBS的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华主播为个为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